我是劉榮,Anthony 嗨,我是劉榮,Anthony 我拍了電影二十幾年 我入行很久 我在嘉禾公司到邵氏 我在嘉禾公司的時候 我都是拍武俠片 我邵氏都是拍武打片 都是打功夫的 因為那時候大概二十年前 那時候我都是喜歡玩功夫 因為我從小一直是打空手道 我本來是在幕後做幕後工作 我跟著駱惟,director law 做導演,副導演 後來他說 你懂得打,來練習功夫 來拍戲,跟Bruce一起拍 李小龍的時候我第一次再見他 因為以前我的媽媽是拍戲的 我就在片場見過我媽媽 就有見過李小龍 我跟李小龍都很好 因為他好像很照顧我 好像我的偶像兄弟一樣 他再見回我,他都很開心 因為我那時候第一次跟他拍戲 記得是Big Balls 在泰國那邊拍 然後我也是打空手道 我玩Kalagi 然後我又打中國功夫 紅拳 但是我看到李小龍 我年輕的時候二十歲 大家都覺得很厲害 又跟他練一下腳 但是李小龍說 你不行的 因為Bruce是矮我一點點的 你知道嗎 但是他很科砂 但是我那時候都OK 但是我學生 我都OK 頂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他看你旁邊 一頂我 整個就彈開 所以我很佩服他 我經常練他 跟他一起 就是跟他學習 跟他學摘拳道 摘拳道就是一種 就是他不是很classical的功夫 就是他一見到我 誒 誒 誒 沒用的 他說你打功夫是要 大家 你打來我 不用碰到你 或者隔到你 打到你 那我覺得他這個哲學是很好 很對 還有他的哲拳道是很對的 那他是打功夫 他是 講了一件事 我很相信的 I believe it really 為什麼他就說 喂 你打功夫 你很大隻 很有力 我可以是 100 100 100 去到point那裏 都是100 那你會很浪費你的力 Rasting energy 但是他打Bruce打不是 是 Se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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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就是那種勁 是他 我們那時候很小 我很喜歡 功夫的 你知道嗎 當初是很喜歡 我覺得 哇 好東西 這個 那我 跟著他一起 經常和他一起 周先生 甚至乎 我們拍戲 我回來 我都當他師父 當他好朋友 哥哥 一直黏在一起 他說 劉詠 行了 將來我有機會 我做導演 你是我的演員 我會讓你拍戲 想不到他 即是過了身 真的 我們如果 因為當初 香港有很多人 你知道 香港中國人 很多人都說 Bruce 李小龍不是很聰明 我更聰明 我們聽到別人這樣說 我們都 跟媽媽一起喝茶 走過去打他 真的 你好打 OK 來打 我們是 變成很崇拜他 但他很值得我們崇拜 因為他是 他對老闆 比他大 老闆的人 他就會是 喂 過來聊天 他會當自己 平配 他不會特別說 你很有錢 你是大老闆 我就 我怕你 不會是這樣 他對下面的人 工作人員 他 你有沒有什麼好 你不要錢 我給你錢 他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 當他是 很好的一個知己 和很好的一個 功夫伴侶 他會很友善地教你 那時候 因為我們很年輕 很喜歡打功夫 所以我覺得 跟馬格勒齊 真的很開心 我一直拍戲 拍了 拍到現在 二十幾年 我拍了 以前一直都是拍功夫片 拍時裝片 拍古裝片 到現在 我就拍了電視 現在 現在 因為大勢所需 那個潮流的問題 香港 我自己做過導演 又拍過戲 剛剛在美國 在羅省那邊 拍完一部戲 但是 我是很累 很吃力 但是我很開心 做了一件我自己喜歡的事 自己 自己生了一個兒子出來 等於 自己生了一個兒子出來 希望他長大 成人拍得好 但是 但是到現在 就是我 放開一下 放鬆一下 太累了 精神太… 但是我不是說 表示我不再做 我會 因為我年底 我會再開我的戲 我再開自己公司 再拍戲 但是我現在是 讓人家去想 我跟 現在我做律師 做一個很鮮明的律師 就是拍了一個戲 拍60集 很長的戲 就是 有時候 就是我們拍了戲的人 就覺得是 就是 這個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就是如果我不做事 不拍戲 那就 就是覺得很無聊 休息了很久 就好像那時候 我記得我跟Bruce說 他說 他說他每天開工 開得很累 他不開工 他就早上跑步 跑步 他就常常 喜歡跑步 踢腳 動 就是他是喜歡這樣 就是他說 如果有一天 我不跑步 我不做事 我不拍戲 我休息 三天 我都好像死了 很辛苦 就是 就是 我們會是很感覺 這件事 但是如果是 我們拍戲的人很辛苦 有時候是 天晚上 日夜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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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 就是 就是一個月 沒有可以睡的 真的 但是如果是 可以等待是 休息一天 OK 兩天 三天 OK 超過了一個星期 ומen 很悶 麻煩你給我拍給我做事 我們是這樣的 但是很開心 可以是做這件事 我們是躺在這個事業上 就是做這件事 這個是我 我會是沒得退休的 一輩子都是做這件事 如果我不是做演員的話 我會在幕後 我會做創作者 我會做 director 我喜歡這件事 因為泰國有很多泰國 那些年輕人喜歡打 因為他那時候不是很出名 很名的 根本第一個人去泰國 中國人來拍戲 他就很不順 就是看不起 他有一套哲理 他想的東西是不同的 Action director是說的 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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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初我們那時候有很多種 打很久都不死 但是Busser不是 Come on 蹲下 他顯得他自己真的有power 他真的有這件事 他講服了一個武術導演 那個武術導演 有很多泰國的武師 那個武師就是玩泰拳的 有沒有搞錯 你比武術導演還厲害 OK Come on 你這麼能打就跟我打吧 真的跟他打 真的過去之後 OK 我現在打你了 我現在打你了 就是這樣對著我現在打你了 我現在打你了 看著準備 我現在打你的鼻 砰 嘶 就是你知道他現在打我 你現在打 砰 到了 很高了 很快的 就是他手腳是很快去做 就是我們很相信他一件事 他可以是 就是他運用走好自如 好方便的 Bum 就是他動你 我一打你 你看著他 嘶 他就去了 而且他可以去到最大力的 那個砰 所以那些武師 他就 OK 就是以後我會跟你打 我不用拳頭 我要帶槍來 我記得John Sexton是 John Sexton是 因為他那時候第一次來香港 他第一次拍戲 我們是很好的朋友 因為他跟Bruce是他的師父 他經常 我們一起拍戲 因為我們一起開工 End of the Dragon 我也有份拍 他經常想練習 他不知道在哪裡訓練 我就說 OK YMCA 我每天都帶他去YMCA 花兩個小時 兩小時 在這裡訓練 練習 我們很朋友 就是Annie的好朋友 他是一個很中國思想的一個人 他很想打入美國市場 將電影、將中國功夫 這樣他就做到了 怎樣做到呢 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有一個電影圈的一個朋友 叫Alan 他就是 因為東南亞的人都很認識他 這個Alan就是鄧剛榮 他就會說 英俊鄧剛榮 能打的就是Bruce Lee 但是 鄧剛榮就會說 喂 打的就是他 有沒有搞錯 鄧剛榮你知道他是玩Tai Boxing 他都很大隻 他可以打的 他很喜歡打的 這樣 他是一直都不相信Bruce的 就是覺得 喂 打得是你不是吧 我都打得的 為什麼就是這樣 但是有一次他就去到美國 美國一個省 哇 他真的Bruce過了身 死了 那時候 看 喂 中國人看Bruce的戲 他去看戲 去看李小龍的戲 就是李小龍出來 鐵三腳 Big Boss那部戲 一出來鐵三腳 那些黑人站起來 他就說 就是這樣 就是對你多尊重 就是他們多覺得你是中國人 中國功夫 中國人就有中國功夫 就是這樣東西Bruce 給了他們這樣的idea 這樣的感覺 那就是 鄧剛榮一看到 就是很感動很 touching 自己都站起來 就是你覺得你如果不站起來 就是他講出來 他說 厲害 真的厲害 Bruce 就是這樣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是好像日本 Bruce 做過李小龍的象徵 你知道日本人是 日本人是 Bruce 他只是喜歡自己的 就是日本人不會學你英文 不會學你中文 什麼都不會學 日本就是OK 我是OK 但是他不會信服什麼人 就是Bruce去到 說中國功夫很厲害 影響力的 還有他真實 他有這樣的力量在這裡 他可以說服到大家 That's it 那因為 就是我覺得 東南亞這個世界很多地方 都是因為Bruce 電影推介 中國人 哇 中國人中國功夫很厲害 我覺得Bruce 是幫助我們中國人 出了很多力量 謝謝 對 等於 的 真的 在